当我们在教育孩子的同时,总会出现很多很多和我们不一样的声音,让我们无奈、郁闷、抓狂甚至伤心难过。 每当这个时候,你会怎么做呢? 是哪怕与全世界为敌,也要坚持自己的想法,还是一步步的退缩和忍耀? 育儿路上,婆媳矛盾重重,有多少人为化解矛盾,成了全职妈妈,阿羞羞妈。 自从有了孩子,这个班就没法好好上了,每天都要担心孩子的安全问题,婆婆还比不上保姆负责,居然趁孩子睡着了,出去打牌去了,简直要疯了,为了孩子,果断辞职自己带,阿人生好无奈,我们家自从婆婆来了之后,我就没好日子过了,这是来给我带孩子的吗? 简直就是来找茬的,什么都跟我对着干,趁想辞职了自己带,阿嘟嘟嘟,孩子还没满月呢?就开始拔鸟,说了太小拔鸟不好,老人压根不听,说以前都是这么拔鸟的,谁用纸鸟裤啊?总为这些事吵,唉,心累,阿天下无敌,孩子还不到一岁,给宝爸做了腐食,基本上不放任何调料。 我婆婆来了之后,直接就是按大人的口味做,给宝爸煮个面条,放一堆调料,说这样有味才好吃,清汤滑水的谁爱吃的,阿笑一笑,我很少让孩子吃零食,看动画片,好不容易养成的好习惯,我婆婆一来全给破坏了,总是偷偷的给孩子买很多垃圾食品师,看电视,每次我看到了就会说一下,可不管用啊,照样给,烦死了。 网友们的评论让我真的想说,有个好婆婆,事关几代人的幸福,天下婆婆无喜不游,有负责的,有脑残的,有挑适的,有明理的,提醒未婚的女孩们,以后嫁人不光要擦亮眼睛找个好老公,还要看看背后的婆婆什么样的,摊上个不好的婆婆,日子也是很难过。 明依每次宝宝一生病发烧,家里就乱成一锅粥,孩子本来精神也很好,只是有一点发烧,活到处理室,多喝水,物理降温,继续观察看看,不严重的情况下尽量少吃药,可老人不干啊,一听孩子发烧,就要给吃药,说别把孩子烧坏了。 其实,只要真正了解了发烧是怎么回事后,就不会这么焦虑了,发烧是人体机能的自我调节,是一种抵御反应,并不是一个坏想象,说明集体正在与病人军作斗争,如果一发烧就吃药,反而破坏了自身的抵抗系统,以后更容易生病。 零二我已闺蜜,从孩子出生到现在三岁多了,每次孩子生病,他都坚持自愈,家里的老人也会反对,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做法,怕老人偷偷地给孩子吃药,每次都请假在家陪孩子。 自愈不是说不管孩子,任病情发展,死长到底,而是需要你平时多看一些相关的书籍,懂一些医学知识,知道这个发病的原因,以及如何互联, 只有了解了他的原理,才能做到如此淡定,最后都能在他的获利下,成功自愈,零三顽固的婆婆很多,但也有乐于学习。 科学育儿的婆婆呢,小区里一个小男孩,就是奶奶亲手带大的,整个奶奶自己打扮得很时尚,也很有气质,把孩子带得也很好,和我们这些妈妈们聊育儿经,一套一套的,一听就是平时在育儿知识方面没少下功夫, 我们这些妈妈们只有羡慕的份啊,能摊上个好婆婆,你真的会幸福很多啊。 隔代育儿在中国并不罕见,去统计,中国有50%以上的家庭,存在隔代育儿的现象,即便是如此普遍,隔代育儿现象却依旧充满争议,往往是你有你的科学理论。 我有我的丰富经验,当两者有冲突的时候,孰是孰非令人难以决断,通常在孩子出生后,婆媳关系是最紧张的时候,总会因为各种育儿问题闹得不愉快,那么如何有效地避免在照顾孩子的时候与婆婆产生争执呢? 一,如果婆婆是可促性的,家里多放些育儿类书籍,让婆婆有空的时候多看看,尽量避免正面批评她做得不对,如果觉得她哪方面做得不太好,你就找一些相关的文章给她看,多看,慢慢的思想也会有所转变的。 现在的奶奶们都挺年轻的,也会使用手机,可以分享很多有用的文章给老人看看,一起学习吗? 二,如果婆婆是顽固性的,有些婆婆真的是让人很生气的,不管你说什么,她都不听,一切只按自己的想法来,而且控制女孩特强,什么都要管,摊上这样的婆婆,加上你又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的,那最好是和老人分开住吧,自己带。 虽然老人替我们照顾孩子也很辛苦,也不容易,我们不应该老是挑毛病,但如果孩子被带的无法无间,坏毛病一堆,那我们必须站出来管管,即使闹翻也要坚持自己的立场,孩子的教育马虎不得。 三,如果现实条件不允许分开住的,怎么办呢?那就尽量磨合吧,一大家人生活在一起,也是需要彼此包容,理解她。 首先,搞定老公,我想很多家庭,老公的角色就像个祸悉尼的,关键时刻别说帮你一把,不要畅反掉求恶弥陀佛了。 所以说,搞定老公,是维护你当妈的尊严的第一步,如果时代搞不定,就干脆和老公原法一张,你要么帮我,要么就闭嘴。 其次,对于公婆,能让老公去沟通的,尽量让老公去说,这一点,很容易理解,毕竟是自己亲生的,说话强硬点难听点,也没那么在意,而且自己儿子发话了。 一般当爸妈的也就不会多说什么了,换成媳妇来沟通,哎,都是心酸泪。 最后,如果遇到蛮不讲理的公婆,那么不要怕跟公婆翻脸,有时候翻脸几次反而是好事,育而露少。 其实最辛苦的不是带孩子本身,而是你在类似内活养育孩子的同时,还不得不去清理生活中的一地鸡毛。 中国家庭为什么矛盾这么多,最关键一点还是爸爸在中间没发挥好作用,本来婆媳两人就是因为你才生活在一起的,你就是中间的纽带。 你,如果杀也不管,或稀泥,那有矛盾就很难解开。 有说中国是丧偶式教育,怪爸爸们参与的太少了,希望爸爸们都能承担起家庭的责任,办好自己的角色。